各位观众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的4月2日,星期四,欢迎收看今天的冷眼开世界的Value节目 现在呢,给大家插播一条紧急的新闻关于疫情的CNN报道,在20分钟以前呢 CNN正式报道,美国现在的这个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0万人 20万人,具体的说是202336例确诊,其中4454例死亡 这个是CNN的编排给出的数据 我们知道美国的数据呢,它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给出来 所以呢,是各个机构需要自己进行汇总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约翰·厚普金斯非常著名的这个网站 很多人都在用的,这个上面的呢,它现在是19万9千多例 还不到20万例,但是呢,CNN是统计已经超过20万例了 所以,现在这个时刻呢,基本上是已经确定了 就是美国已经超过了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,就是20万例 欢迎您收看,如果喜欢的话,欢迎您支持订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好,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